消息今年7月在全岛503个小贩中心和咖啡店摊位 针对五种食物进行调查 发现鸡饭的最常见价格 从两年前的两块五毛钱上涨到三块钱 涨幅最高达到20% 不过仍有小贩坚持不起价 蛋冰和81节制的鸡饭坛一盘只卖一块五毛钱 外面跟这边卖了一样的分量 块半跟两块半的一样 在新加坡找不到这样便宜的东西 连我吃过鸡饭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会再回来 只是一两个人的工资期 不过物价是整家人 所以民生问题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是不可以涨得太过快 因为很多摊位都至少涨到五毛钱 探主说之所以能维持生计 全靠老顾客同场 加上夫妻俩亲密新闻才能多一多销 一路以来都是我们两公婆在做 还请一个零食的工人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起 也没有想到把快半拿走 因为顾客都吃惯了 记者也走访美景物 人气相当旺的3块钱鸡饭 想要了解一盘鸡饭的成分比重 但摊主三间七口 材料人工跟住进大概是多少钱啊 那个比例 对不起 红一块五毛钱的鸡饭相比 这一盘就会上了一倍 时刻看法不一 它这个很久了又很好吃 地方又很好 没办法啊 因为在这一区只有这个 Hokker Center 一盘鸡饭的成本 一般上包括原材料 人工和租金 小饭商联会和一些小饭摊主就同路 租金成本就占了一半 说谎学者认为 租金和劳动力市场紧缩等因素 持续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而要避免摊贩转家成本 有关当局可可预 提供灵活的摊位成租方式 当局也可以考虑给予小贩援助 鼓励他们采用机械 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预计 食物通货膨胀率近期内可能因为 区域食物供应价格较高而受到冲击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亮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